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很多的战略开始向中国市场倾斜。从2020年1月,中国主要民宿预定APP覆盖渗透率来看,Airbnb覆盖渗透率高出其他同类型APP许多,达到0.7%,此外OYO酒店覆盖渗透率为0.147%,涂加民宿覆盖渗透率为0.084%,蚂蚁短租覆盖渗透率为0.027%,疫情之下, 中国市场无疑是Airbnb恢复全球业务的最重要的市场之一,或将成为最大客源国。根据平台数据显示,截至2020年8月11日,Airbnb中国的新增房客数量排名全球第二,在首次预定Airbnb房源的用户群体中,无论客源地还是目的地,中国均名列全球前三。 Airbnb在中国产品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,并以针对中国旅行者打造了四个产品策略和产品创新举措,将通过产品运营化、本土化、场景化和智能化来助力平台的升级。 Airbnb中国区总裁彭涛如是说,只是在中国,Airbnb依然面对着本土玩家的竞争,包括携程、小猪短租、涂家等OTA品牌,已经占据国内市场份额,整体房源也超过Airbnb在中国市场的房源数量。 眼下,Airbnb终于正式吹响IPO的号角,但要在中国站稳脚跟,这意外来者仍然面临着一场无声香烟战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